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宗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新闻 这新闻呢 就是我们的首相安华呢 他最近刚刚宣布说呢 他说呢 你们不好乱讲啊 哈 这个t15的薪水呢 就是这个13000啊 我没有讲过这个事情啊 哈 然后呢 他说呢 啊 接下来呢 啊 这个津贴呢 这个一刀切 可能砍在这个t15啊 然后他说 还有的商量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t15呢 这个门槛呢 哈 还是有点低的话呢 啊 他说可以考虑把它改成t10啊 也就是说呢 18仙最高收入的人呢 才不可以享有津贴 然后90%的人可以享有津贴啊 他说一切都还没有定数的 都还有的商量 还在研究当中 因为他在财政印刷案的时候 他也讲得很清楚了 啊 不是说明年2025年1月1号就开始跑这个的津贴重组 他说最快也是年中过后才开始看得到银子啊 他现在只是给一个预告了啦 啊 OK 到最后呢 可能啊 last minute 油灯啊 啊 完全啊 不做这个津贴重组 都可能的啊 OK 好 是呢 安华今天讲这个东西呢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啊 我之前我有个视频 大家应该还记得啊 我说了 就是之前啊 像拉菲茲他们每天在那边晶晶热道 念直在直的这个t20啊 然后呢 突然间悄悄的这个t20呢 没有人再提了啊 然后安华这个财政印刷案出来了 过后变成t15啊 以前大家每天在那边讲t20的 为什么突然间变成t15 因为大家已经发现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呢 其实t20的收入也不怎么高啊啊 啊 你真的是要提升到t15这样啊 还有一点看头 然后现在安华讲的东西 他讲t15 你们觉得还是太低的话 我再调高一点哦 变成t10哦 啊 OK 然后我在这里呢 我要告诉安华还有所有的一个事实就是呢 其实呢t10都不行啊 OK 我必须很老实的跟安华讲一句啦 安华 莫说是要改成t10了 你改成t5都不定吗 跟你讲啊 OK 我有数据了啊 OK 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 这数据是2022年啊 不是很久了 距离现在不到两年啊 然后家庭的收入啊 多少钱属于t级啊 OK 你会发现到呢 啊 现在我们在争议着的这个t15是13000其实是符合两年前这个标准啊啊 因为你看到啊 在t10那边呢 也仅仅只是16000罢了啊 OK so 如果 如果改成t10的话呢 啊 OK 就是16000罢了 啊 OK 就是16000罢了 现在安华说嘛 哎 我没有讲t15就是13000啊 OK 然后你把它调去t10 t10其实也只是16000罢了 也是多一个3000罢了啊 我就算给你改到t5啦 OK t5也是多少钱罢了 20000罢了啊 啊 也是从t10到t5 只是加一个啊 4000块吧啊 啊 所以你从这个图表你可以发现到呢 t5以下的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看他的那个高度 你知道了t5以下的是一个世界的人 然后呢 T1以上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啊 T1开始呢 他的薪水就是36000啊 然后 T0.5啊 那个是60多钱 你看这个图表很明显的啊 T1以下的都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T1以上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啊 啊 所以呢 其实从这个图表已经看到清清楚楚的了啊 啊 安华 默说你现在要改成T10呢 改成T5都不顶 这是个事实啊 啊 其实你真正要执行的话 你必须要改成T1 因为T1以上呢 才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 问题是呢 想想一下又有一点不合理啊 就是呢 如果说整个国家 99%的人可以享有津贴 只有一%的人不可以享有津贴 其实想一下也是很好笑 但是其实呢 你照数字来算的话 又合理哦 的确 这个T5或以下的都是 同一个世界的人 T5以上的才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所以他到最后他砍到来 可能要变成T1以上的 才不可以享有津贴 才比较合理 但是听起来又觉得很奇怪 99%的人可以享有津贴 1%人不可以享有津贴 现在就在想那1%的人的钱 够cover99% 现在我们要想的问题就是 那1%有钱人的钱够cover99%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我之前我视频我也提过了 就是很多真正的有钱人 并没有好好的报税 所以你才会发现到 为什么这么多人 99%的人收入这么低 所以你要抽这些人的钱 你就只能用设置税 这些人是肯定有设置消费的 你通过设置税 所以你就一定可以抽得到他们的钱 我没有必要再重复讲这个东西 我讲很多次了 OK 好 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呢 我就结论一句了 按话 我说你要提高到T10 你提高到T5都不顶吗 可以讲 其实真正的照这个数字来看的话 我看你要提高到T1才行 因为很明显的 T1以下的是一个世界人 T1以上的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人 好 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最后一集 谢谢大家 拜拜